娱乐圈本来就是一个是非之地,动不动就用明星被手撕,这几天吵得最热的当属黎金如周杰,这对20年前的CP,当年还珠热播时,剧中那句山无棱天地和才敢于君爵,感动了无数观众,他们经历了千辛万苦,终于走到一起,和现实中黎金如炮轰周杰,拍戏时强吻自己,导致周杰人气迅速下滑,后来周杰退出娱乐圈,承包土地,过上了农民的生活,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几天, 周杰连发三条微博,炮轰林心如,而正好赶上巴刹慈善业,林心如现场没有捐款,这让林心如陷入了舆论的漩涡,看到这么多网友对林心如不满,霍建华为了挽回气质的形象,在12日追加公益爱心包裹60万,截至目前,霍建华今年累计捐款达到100万,而今天,山西零分的红四代校长郭小平,也出面为林心如澄清,更是让剧情有了反转,郭小平曾获得感动中国人物奖,所以他说的话, 绝对可信,郭校长称,9月份林心如为该校捐款50万,已经累计为该校低调捐款150万,此消息一出,也让之前造谣林心如,这么多年只捐款30万的博主删掉了微博,可见林心如也在为贫困山区的孩子做着贡献,说起小学就不得不听古田乐,不知不觉他已经捐赠了90多所小学,而那个被林心如说成是色鬼的尔康,居然也像古田乐一样,喜欢偷偷盖学校, 我们相信,道听途说,听到别人的坏话不一定会是真的,但我们看到别人真真切切做的好事一定会是真的,像林心如说的那句话,善良人的内心都应该充满感恩,替山区孩子谢谢他们。